嗨,我是蓝羊 本期就让我们带着褒鞭两开快的心态 去谈谈顿之勇者成名录 这部ACG作品吧 看过他的原作后 我有一句话想说 那谁看了动画第一话之后 忍住没有去看顿勇原作的 你们赚到了 故事讲述了天真宅男穿越后 攻凶背坑 之后杨罗莉就百姓 在网绘上被划毛钉了手套 我要一力对决 如果我赢了 你就要解放熊女人 男主问道 如果你输了那该怎么办 那你就跟你往一样 爱干嘛就干嘛 赢了抢奴隶 输了倒没事 妈的这是一个人 应该有的逻辑思维吗 幼儿园的小屁孩也知道 玩石头剪刀布 输了谁有受罚罚第一啊 面对如此老残 男主表示 俩都不想俩他 不得不说 幸好你没有俩他 陪他一起傻 不压你这分数 就不止这么低了 要爱事情又怎么会 就这样乖乖收场呢 我们的顿勇还要掉分的吗 只听见这位第一集就说过 抵抗浪潮需要集结 世人力量的国王 说了这么一句 你们要泪哄啊 骂没有做好阅读理解的 一个只会玩枪的 收拢一个只会玩盾的 想都不用想 都知道国王原文的意思 应该是这样的 哇你想欺负他 你想把这个盾勇当沙包一样打 I agree 更感疼的是 与坑男主的表直是父女关系 这国王不仅没有下检口令 还在三涌那到处传 生怕男主不知道是他搞的 耶原来不靠男主就活不下去的时候 是可以明摆着的 往死里得罪男主的 好厉害耶 这奇葩道路 最先是哪个思维发达的想出来的 起点的日本的还是欧美的耶 然后就在男主懵逼的瞬间 士兵一个雄豹倒走了女主 男主看到直径 瞬间愤怒了 立刻对着枪有大吼 顿勇一吼 士兵瞬间摆好姿势 哇干嘛呀干嘛呀 这不是一个贵族进攻晚会吗 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大型破坏现场了 你们以为是在杀母战的鬼族区吗 疯狂两开挂都不怕被告的呀 还有你们就不怕把人家坑惨了 人家拍拍屁股直接阻人吗 你还真当人家是射母啊 被你们坑惨了还傻傻的帮你们拯救国家的呀 人家看过原作之后还真他妈是 对战双方正式开打 枪勇先是使出了一套华丽连击 没卵用 断勇后世使出了一级小怪 哎呦好痛 我哪个去 来着这么久了 一个一级小怪都能给你造成立转战局的失误 你以后打算怎么活下去 断勇成圣追击 对着枪勇使出了果仲值大法 把小怪和枪勇等等的耍在一起 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技能让他被咬得不要不要又限制了长武器的发挥 让他打不到 就算这个球的空间再大一点让他打到也没有关系 反正他又打不穿 枪勇变怂了圆倒在地了 盾勇狂笑了成功在即了 然后一箭风吹来扑倒在地了 枪勇起来了 智商扬地了 眼神吸力了 不断嘟鸡了 没有脑子的大喊胜利了 其实这情节最淡疼的就是 因人就因人呗 看了第一集甚至这妇女料新后完全不觉得奇怪 在场贵族眼下就眼下呗 反正不是一群恰翻了就是跟风的 但枪勇这不带老子思考 还一脸理所当然的行为 简直就是将全剧最老残的地方选择性的放到最大 有个知名阿普常用的台词这里我摸改一下 你知道他为啥突然飞得这么黑远吗 你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前一秒哈哈大笑后一秒当场铺切吗 你能射身处地的 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吗 然而枪勇的行为告诉我们 sorry 某楼真的可以打赛的 在制作组的努力下 其余良勇的口碑有所回声 没办法 在某些特定背景下 能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 真的是一件很感恩的事 只不过 你们刚才在男主喊冤的时候 为什么不回应一下男主呢 看看他现在 自闭了 女主结尾感化男主第五集开始正式回软 正因为看过原作 所以我总想说 这么快上自愈真的好吗 才第四集耶 大多数的人都是抱着想看他黑的目的看下去的耶 而最新两集告诉了我们 原来黑不了几集 男主内心就基本变回来了 后面黑起来也很大程度上跟顿有关 至于男主黑身残只不过噱头罢了 被坑了这么多 也只不过是从天真宅男变成一个傲娇三好青年而已 所以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吸引的话 那建议还是看动画并期待魔改吧 原作基本没有力气爽 就目前几个人来看 他们下场不是自己做死 就是被别人坑 跟男主本身的行为并没太大关联 并且男主前期有数不好的地方在 报复行为做的最多的就是最多七七傻逼而已 然后拯救他们 表之不知为啥一直留着 是为了让剧情更加精彩吗 不 只是因为作者单纯的想一路而心到底而已 没看原作前 我觉得欧美有关顿有的新闻是他们过于敏感的而已 但看过原作后 我觉得你们应该去看一下原作 真的 看过小说后 我觉得动画制作组是真有心做好的 期待制作组后续给力 其实我是无所谓的 只是直奔小碗熊顿有两CV去的 至于其他的不多说了免剧头过多 该片最大的成功就是开了个好头 以及几个比较对电波的女主 没了 没了 如果还有的话 那应该是我 不是很贵欣赏 我只是说了自己的观感而已 你不喜欢谁 觉得本视频OK的话 关注好评推荐收藏支持EvoUp主 拜托啦 加个关注啦 我又不会时不时的发动态烦你 而且绕视频这种事我又不会做 我是Lan Yang 我的哈金周金